拿着酒精到处消毒 家中每个地方都不放过 妈妈带着小朋友在家中隔离 因为幼儿园同班同学确诊 4月29号都还正常上学 隔天30号原房通知 班上有人确诊要隔离 是从最后接触日算起 但直到5月2号卫生局才打电话通知 即发隔离单 等于隔离的最后一天才正式有管控 民众纳闷前两天隔离 就算乱跑也没有电子围里监控 如果说今天有可能有家长 他没有收到通知 或者是他可能觉得没那么严重 就往外跑了 其实坦白讲 就是这三天的空中期 还是有个风险在 突然接获隔离通知 家长对居隔条件都不是很明了 更纳闷通知父母 只有一个人要陪同隔离 妈妈能拿到隔离单 但爸爸却不用被匡列 还是住在一个空间 能够正常外出 为何不是父母一起匡列 可是爸爸其实跟我们 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他是可以自由建筑 他还是可以上班的 只能在家尽量避免接触 拉开距离 其实儿童隔离 零到六岁 必须要有一位家长陪同 这位家长和孩童 都能拿到居隔通知书 等于这位家长 要和小孩在家 一人一室隔离 不能跟同住家人有接触 不过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 若要居隔 家长有两种方案选择 一种同样是 一位家长列为居隔者 不能外出 陪同小孩在家 一人一室隔离 要跟同住家人隔开 又或者家长轮流 在家照顾 父母都能外出 当然就没有居隔通知书 不过这位孩童 得一人一室 不能跟家人接触 确诊数暴增 卫生局框列速度 都已经隔离好几天 才通知 相关SOP没人告知 家长也被搞得不洒洒 Tubber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